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天 一位带着饱和的人类公主鸳鱼闯进了我的世界 但她现在却被困在人类世界里面 达影 再等我一下 我一定会找到姐姐过去金色瀑布那里找你 果然未来的驸马也在那里 你的动作就特别快啊 乌拉德 我就是人类公主 也就是纳布丽丝的大公主鸳鱼 刚刚说话的是银花骑士乌拉德 以前当过我的护卫 后来加入了银花骑士团 因为这种原因 又再次成为我的护卫了 因为我答应过 您想当小雨小姐时 我会再陪在您身边的 只是 没想到卢娜大人不在啊 对啊 我本来是要带欣欣来找爸爸 结果 结果爸爸 就被留在客夫特了 他们两位是卢娜的孩子 薇薇和欣欣 从我很小的时候 鲁娜就是我的护卫 陪我去玄建国 一起面对了重重难关 但到后来 却被父王派去管花园 好 那还有一位 就只说自己可爱的蘑菇妖怪 曹操不要不高兴 你是最可爱的蘑菇精咯 曹操 你这只蘑菇精 不要以为大家听不到你讲话 就可以叫我木匠诺特魔法师 他是魔法师 也只有他和狐狸长老 才听得懂蘑菇精的语言 要不是因为魔法师 我也没办法拥有穿越两个世界的宝盒 原语公主 答应殿下 为了佩琼斯和贝克烈德 我说什么也要保护您们啊 只是 你们听 奇幻又在旁边哭泣了 奇幻就是奇幻仙子 有关他的故事 可以到第26集 奇幻仙子的回忆片收听 当初因为他 所以玄建国的瑞刚王子 就邀请我到他们国家当大使 人家真的好烦 还有他的亲信末依 真不想看到他 圆宇 你放心 我们只要一起努力 一定可以在重月节的时候见面的 先让奔奔来牵牵地药吧 答应 那我们就一起说那句话吧 好 想去精灵世界的人类公主 继续连载中 谢谢大家来自我介绍 那上一集说到 鸳鱼一行人 差点被来自纳布利斯首都 克福特的队伍给带个正着 好不容易安定下来时 鸳鱼却梦见金色瀑布 那端的景象 接下来 他们还会有什么样的冒险旅程呢 今天 先让我们把故事 拉回金色瀑布这一边 听一听单影 那里发生的故事 在金色瀑布的这一边 天空里的蓝色上弦月 已经接近地面 金色阳光快从那一头升起 魔法诗石屋里 一些由木头雕成的诗旧 雪藏兔 鱼怪 和矮人们边玩牌边打着瞌睡 蜡烛围在空中的影像旁 忽鸣忽灭地照着魔法师的脸 魔法师一身鼻挺的深蓝色西装 蝴蝶接凌结却松脱在右边肩头 高礼帽已经跟着木雕精灵王子丹影 一起待在桌面上 他眉头伸锁 右手握一把雕刻刀 左手上的木头 已经慢慢成形为身穿礼服 头戴王冠的公主 但圆滚滚的大眼睛和飘扬的法师 却让木雕公主 看来比较像住在城镇里的邻家女孩 她叹口气 放下木头和雕刻刀 看向眼前的影像 影像闪现佩琼斯年轻时的笑脸 但她一挥手 影像又演着单影和愿与昔日的情景 该出发了 她低声自语着 提起长嘴壶 正想到一杯蓝色的月光精华 门外却传来急促的敲门声 原本忙着打呼的木门扯开嗓子大喊 啊 这么早 没翅膀的精灵王子不睡觉 来这里吵我干嘛 别吵 魔法师手一抹 木雕作品和雕刻刀就藏入高礼帽底下 我该就是了 紧接着 木门就哑的一声往旁边一跳 单影冲进屋里 弄得木门摇摇晃晃还在抱怨 没翅膀的精灵王子啊 你也要懂一点礼貌 啊 现在的年轻人啊 谢谢你 单影匆忙摸摸木门 让木门发出一声满足的叹息 慢慢移回原本的位置睡着了 单影这才拉开椅子坐下 将白色骏伞塞进口袋里 魔法师 抱歉这么早就打扰你 我实在睡不着 看你灯还亮着 想要来跟你聊聊天 魔法师一鞠躬 优雅坐回位子上 答应殿下 您是为了鸳鱼公主来的吧 重月节就快到了 有没有什么是我可以做的 魔法师摇摇长嘴壶 银色光粉在上头闪烁不定 我是要去一个地方 但是我直言 这些事您是帮不上忙的 魔法师 让我去吧 元宇已经这么努力了 我要在这里做点什么啊 导师说的对 我们得要保全 伟大的亚拉斯先王的唯一血脉 所以 答应殿下 我不能让您太过冒险 不过 也许可以麻烦您一件事情 可以 魔法师突然停了下来 警戒的四处张望 怎么了 单影的目光 随着魔法师的视线看过壁炉 又看了一眼架上跳动的魔法药水瓶 最后跟着停在正前方的大层架上方 而淡大了眼 原本一座木雕的架红色城外 只有一片荒漠 现在 却多了一个越来越大的金色光圈 光圈里 是晨曦里的荒漠 里头的声音 模糊而遥远 单影觉得好耳熟 再等我一下 魔法师皱眉成瘾 对光圈一比 那光圈赤粒地缩小成光点的同时 呼唤声却变得特别清晰 单影 单影张大嘴巴 激动地震了起来 想要捕捉银蓝色的光点 而差点撞上层架 魔法师用魔力拉住他的领口 而让他只能不断低语鸳鱼的名字 跪倒在地 捂住脸 鸳鱼不会有事吧 魔法师没有回答 只剩用手指搅动影像 里头隐隐出现一位黑发青年 接着 是一只从高处往下飞的猫头鹰 扑向瘦小的蘑菇精 魔法师对蘑菇精胸前的束口袋一点 又在单影提问前 迅速抹去影像 已经可以穿越梦境了吗 看来 魔力比我想象的还要牢固 他双手一拍 影像碎裂成光粉 单影在银蓝色的光粉里抬起头 脸上还带着泪痕 但他的声音 已经恢复了瓶颈 我可以帮上什么忙 魔法师往空中一挥 取出带着金粉的锄头和纸条 他目光一扫 纸条上多了几排字 跟着锄头一起消失了 答应殿下 您是自亚拉斯先王之后 第一位能与各种族为友的精灵 所以 又请您到矮人矿坑里 找黑月玉和月之类 你不是已经有一块黑月玉了吗 而且像月之类这种宝石 在金色瀑布旁边就找得到 蘑菇金还整天拿去当积木 为什么还要特别到矮人矿坑里面找 奇幻上次闯进我屋里 把我的黑月玉用掉了 还差点造成世界的异变 魔法师苦笑 外头隐隐约约传来一身乌叶 虽然在每一年 都有银月花吸收了虫月的魔力 而化成许多月之类这样的宝石 但唯有一块月之类 是从远古时期 由首带精灵长老 寻者瑟琳留下来的 据说 它拥有比黑月玉更强大的魔力 而且 就在矮人矿坑里 可是 我没有翅膀 正是因为您没有翅膀 所以 矮人矿坑会接受您 魔法师一弹指 木碗就飞到壁炉上 正沸腾的大锅子里 转了几圈 一些药水飞到碗中 跟着一只高脚杯 飞到了桌面上 月魔药带给您勇气 让您维持一贯的坚强 抵御困难 魔法师又举高手中长嘴壶 将蓝色月光倒入碗里 一瞬间 透明的药水 绽放出七彩的光芒 单影举起碗 仰头喝下彩虹色的药水 全身变得轻飘飘的 背上没翅膀的地方 隐隐作痛 魔法师俯身鞠躬 拿起高礼帽 里头的木雕作品 消失在这空间某处 单影殿下 宝石就交给您了 我会在重月节紫色月光 洒落青川的时候 在金色瀑布等您 魔法师说完 就消失在白光里 单影在闪烁的银蓝色光粉里 抽出白色骏伞 推开打短的木门 他看向终于升起的阳光 在风中撑开白色骏伞 距离重月节还有七天 人雨 等我 这天的阳光柔和 风特别温柔 骏伞占宝了风 特别轻盈 太阳才移动半个刻度 单影就已经跨越了 大半个世界 不一会儿 西北方滴滴矮矮的木房子 就出现在眼前 矮人首领雷卡 已经率领中矮人 站在地洞入口 自夺心伊图尔的手上 跟握着魔法师 变出的金色锄头 单影殿下 功后多时了 伊图尔行李 对首领雷卡点点头 单影收起白色骏伞 站稳脚步 结果金色锄头 看向阴森森的地道 伊图尔 请带路吧 伊图尔又是一鞠躬 一溜烟地钻进地道里 单影刚要跟着踏进地道 地道口就闪烁着 点点银蓝色的光芒 但单影空着的背上 画了一对翅膀 他用力地移动左脚 接着才动了动右脚 银蓝色的翅膀坠落在地 让他终于得以 顺利移动脚步 在地道口消失了身影 首领雷卡对空中吆喝一声 矮人们从旁边搬来大石 堵住了洞口 雷卡明眼看向刺眼的阳光 又拿起许久以前 单影教他们飞翔的白色骏伞 飞到树梢上 右手摘蘑菇 左手取下月光桃 单影殿下 考验要开始了 他各咬了一口蘑菇和月光桃 开始计算地面上影子移动的速度 同一时间 在金色瀑布的另一边 阳光也缓缓地自东边升起 雁羽一行人在绿洲里迎接猫头鹰灰眼 灰眼轻巧地落在乌拉德的手臂上 让雁羽解下脚上的绒布包 又飞向草草 捉了点乌拉德咬的清水 雁羽从绒布包里拿出铁叶石 惊喜地叫了出来 松木爷爷真的很厉害 原本褐色朴实的宝石经过切工 在清晨的阳光下 折射出如同鸽子鞋的红色光泽 乌拉德接过绒布包 往里面一探 抽出一张纸条 上头的字迹 让他恍若听见松木爷爷慈祥的声音 乌拉德啊 我大概知道那位小姐是谁了 你啊好好把握 我们之后再汉特没见了 松木上 乌拉德无奈地摇了摇头 将纸条藏进腰带 也藏住原本的表情 他又顺手拉住 要往宝石扑去的草草 往尾尾怀里一塞 我早就听说书人说过 蘑菇精最喜欢闪亮亮的宝石 没想到是真的 元宇笑着接过绒布袋 看到曹操垂下细小手脚 就拍拍他的骏伞 曹操 以后再找更好看的宝石给你好不好 曹操这才跳了起来 跟回眼匕首画脚了起来 元宇披上黑斗篷 眯眼往西南方看 乌拉德 我们今天晚上就可以到汉特梅城外了吧 根据之前得到的线报 锐钢王子今晚也会在那里扎营 也就是说 灰眼只要找到正中央的营帐 曹操就可以拿宝石换宝盒 将一来 锐钢王子手上还是有西式珍宝 但却不是我所认可的 现在的问题是 曹操抱得都饱和吗 曹操不服气地在地上跳啊跳 小嘴一张一合 他胸前的魔法袋子晃啊晃 闪烁着银蓝色的光芒 带着他往空中飞去 星星一把拉住曹操 睁大眼对乌拉德说 蘑菇妖怪虽然很小吃 可是它很厉害哦 还知道要怎么送信给小雨姐姐 葦葦在旁边蒙点头 曹操就得意地鼓起训柄 往上一跳 想落在灰眼的背上 但发光的魔法袋子 又带着它往上飞 让它在空中挥动瘦小的手脚 渊羽笑着合掌抓住了它 魔法袋子就自己打开了 一个纯白的面具飘出袋外 飘到渊羽面前 渊羽伸手想拿 却没想到 他才一碰触到面具 面具就碎裂成银蓝色的光粉 乌拉德想举一把光粉 却扑了空 只能笑着说 请问蘑菇精大大 您准备好了吗 曹操用力点头 渊羽也慎重地拍拍 蘑菇精曹操的骏伞 曹操 你和灰眼一定要很小心 尤其要注意那位红头发 看起来特别精瘦 但笑声很狂妄的墨衣 如果被发现 就赶快逃 我们晚上会过去那里跟你们会合 渊羽每说一句 草草就晃一次骏伞 眼睛越眯越细 手脚却越来越使不上力 渊羽轻轻握住他的小手 拉紧魔法袋子口 把绒布袋挂在草草的迅饼上 就交代了一句 记得哦 被发现就要赶快逃 灰眼 你也听到了吧 灰眼叫了一声 低下头 捞起不断发抖的草草 他不顾蘑菇精 还在忙乱地抓他的羽毛 就张大翅膀冲向晴朗的天空 小小 不会有事吧 星星拉着葳葳问 葳葳只能摸摸妹妹的头 放心 他可是会指挥所有蘑菇精 用宝石盖出小小蘑菇森林的蘑菇精呢 元宇笑着说 也扶着葳葳上了踪马 我们赶快到汉特梅城外吧 日日的阳光特别刺眼 风也特别猛烈 吹得这一行人在风中摇摇晃晃 宗马春雨吃力地往前迈开步伐 神经百战的白马暗日 丝毫不畏惧风沙 神采奕奕地往前进 不时还停下来等宗马 元宇白皙的脸庞被黄沙打得刺痛 但他还是不忘用斗篷遮住尾围 希望能够让小男孩少受点风沙的折磨 当黑压压的营帐出现在地平面时 夕阳已经落在营帐的后方 玄剑国的黑色国旗出力眼前 上头的铁灰色盾牌和剑 猙獰地盯着鸳鱼一行人 鸳鱼一拉高右边疆绳 乌拉德就指挥白马暗日 跟着他一起躲到一旁泛黄的山毛举树林间 他们分了点干粮给韦韦和欣欣后 才倚着大树等待猫头鹰和蘑菇金的归来 白色月亮升到天空顶端 四周静悄悄的 还听不见猫头鹰的正式声 元宇就快闭上眼睛时 乌拉德却突然问 小语小姐 你早上提到的莫伊 诗人称玄剑国第一高手 同时是瑞刚王子亲信的那位吗 对啊 他最喜欢挑衅卢娜 让卢娜每次要去个半死 元宇想到玄剑国里的经历 总觉得恍如隔世 卢娜也常自责 他怎么会没有办法 及时听到莫伊的脚步声 居然有人可以惹卢娜大人生气 我还真想看看他 乌拉德说到这里 突然拉着元宇一起往后退了一步 往个密的树丛里钻 元宇应是吞下一声尖叫 就看到乌拉德的食指往唇上一笔 韦韦也警觉地 拉住半睡半醒的星星 跟着窝在树丛的另一边 树叶被风吹着沙沙作响 卷进了黄沙 又拉进一条淡淡的灰色影子 随着月光逐渐照亮大树 影子的色调已越来越深 元宇公主 您就这么想赶快接到我们殿下吗 元宇瞪大了琥珀色眼睛 从叶子缝隙 看见此生第二不想见的人 他在心里呐喊着 是默依 是默衣 乌拉德可以从他的嘴形判断出名字 只听了默衣又说 我可以听见你的呼吸声 还有两个孩子 还有一个 应该是卢纳大人 但又有一点不一样 乌拉德握了握鸳鱼的手 笑得有点苦涩 他不顾鸳鱼用力拉住自己 就先跳起身 对论在原地的墨依一鞠躬 刚刚听您提到卢纳大人 我猜您就是传闻中的墨依大人吧 墨依轻轻喉咙 挑挑眉 双手抱胸 你又是哪位 乌拉德对两个孩子的方向挥手 我是乌拉德布雷 曾有幸受卢纳大人指导 刚好带两个孩子路过此处 韦韦还犹豫了一下 星星就推着哥哥一起出了树丛 站到乌拉德的身边 居然是卢纳大人的徒弟啊 要不是我来迎接渊语公主 真想跟您好好比划比划 渊语公主殿下 我来迎接您了 乌拉德微笑挡在墨依面前 墨依大人 您误会了 我要护送一位小姐到别的城镇去 她正在休息 您还是别打扰她吧 不对 这个气息声 一定是渊语公主 渊语咬牙 在地上抓了一把泥土 想要抹在脸上时 面具无声无息 出现在她面前 微微闪烁 影蓝色的光芒 看来大小姐的嗜好 跟渊语公主还真像 我倒要看看是什么样的小姐 会发出一样的光芒 墨依大人 请您留步 渊语不假思索地 把面具往脸上一戴 面具完美服帖她的脸 像流水般清凉 又带着轻烈蓝色月光的味道 而她竟然发现 自己在斗篷下方的身材 变得越来越臃肿 于是 不知道自己变成什么样的渊语 就离开了树丛 走到墨依面前一笑 所有人都看着她 完全说不出话来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结束了 想知道后续 请记得订阅 奔奔小剧场 有关单影叫矮人飞翔的集数 可以听第三集 精灵王子与好朋友们 那想知道奇幻仙子 怎么造成世界的异变吗 可以听第51集 夜晚降临的仲夏 有关崇月节的设定 可以听第16集 奇幻仙子的崇月节派对 和第44集 沉睡的公主 而卢纳和墨依之间的对峙 可以收听第37集 前往王都英格凡斯之过招篇 和第38集 前往王都英格凡斯之面对篇 如果想要知道 有关于铁叶石 怎么变成宝石的细节呢 可以收听第57集 丁香花与宝石 另外 奔奔在4月3号的时候 有到通勤学英语的直播时间 介绍小剧场 那那集节目会在明天 也就是4月8号 星期六的时候 在通勤学英语上线 想知道奔奔 怎么用全英语介绍故事吗 还有要怎么精进英文能力呢 可以收听通勤学英语 来自然的学习英文哦 不过奔奔每次介绍 自己的节目的时候 总是有点太担心 这个也想说 那个也想讲 希望新听众 可以听得懂我的行销的点 那也欢迎大家跟我分享 自己对系列故事的心得哦 奔奔最近刚好也在搬家 所以还是没有办法 有回复留言的时间 但一样 很感谢大家的回馈 如果喜欢故事 也欢迎小儿赞助奔奔 或是订阅我的赞助方案 那我们就下次见哦 奔奔小剧场 下回待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